現在才早上七點 我今天準備來看一下我學弟的比賽 然後他今天準備來參加就是台北市春季杯的三千公尺障礙 然後我想說跟你們分享一下就是我來看比賽的過程 然後帶大家看一下就是來看田徑比賽大概會是什麼樣子吧 走 現在的田徑場超多人 很多選手已經來熱身 我學弟不知道在哪裡 我去找他一下 他們現在都在熱身當中 然後超久沒有拍這種生猴的影片 那接下來近期呢可能會增加一些這種比較生活類型的Vlog 因為最近我在工作上有做出一些調整 所以會比較多自己的時間 然後可以來多拍一些頻道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所以之後我應該會多多加入一些比較生活類型的影片 就是平常我的生活啊 或者是我去參加一些比賽活動 然後跟大家分享這樣 所以我們就等他們熱身完 然後待會帶大家去看一下就是我們在剪錄的過程吧 好他們已經熱身差不多了 今天這場比賽呢 我們學校將有三個學弟出戰 第一個是鄭豪 江以為 還有這個 朱運橋 有緊張嗎 你今天的目標是什麼 破這一家就好 什麼爛目標嘛 你的目標應該就是要不要輸給江以為啊 對不對 對啊 江以為你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要贏正好 還有朱運橋 還有朱運橋 因為大家都覺得你會輸朱運橋 所以沒有想像你會贏他 他們要去剪錄了 GOGOGO 一號選手都是最強的 好他們已經去剪錄完成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到觀眾席的位置來等他們吧 然後今天我身兼多姿 還要幫他們平衍攝影 然後目前比賽正在進行的是高中的男生 好 他們終於準備開始了 然後我們現在找個好位子 大概可以在這邊拍照加攝影 然後我準備現在就是三線杖這個方向 他們兩個第一圈 第一個半圈的時候其實是沒有籃架的 然後接下來的七圈開始 每一圈都要跨五個籃架 所以總共有35次 然後還會有一個水籃 待會就帶大家看一下他們跳水籃的過程吧 他們準備開始了 出發出發 他們現在目前三個學弟占據一二三名 然後第四名是何敬我也是非常厲害的老將 然後目前帶頭的是朱雲橋 再來是鄭豪跟蔣以為 目前是第一圈還有六圈 超刺激的 超刺激的耶 他們現在已經剩下三圈 然後三個人還黏在一起 目前暫時領先的是鄭豪 然後接下來是朱雲橋 最後是蔣以為 你們看 他們準備過水籃了 給大家看一下 超刺激的 已經過去就剩下最後兩圈了 超緊張 超緊張 就逆轉了 沒有破最佳 覺得很 開心笑 沒有了很累 開心就對了 跑出正好就是不爽 下次把他幹回來 沒有問題 第三名進走選手 輸兩個更不爽 第三名 鞋帶還掉 今天太緊張 那個屁股 不是有點想踏遍 我剛剛 越跑越想搭 然後就被人家說 後面為什麼不超過 那個竹魚橋 我是有超大的 結果13張出來 然後又說回去 然後就被人家說 I feel it in my heart Yeah yeah It's gonna be ok Yeah yeah The sun is shining bright OK 看完比賽了 以上就大概就是 平常我來參加 減競賽 然後看一些學弟妹比賽的過程 就是不斷幫他們拍照 然後加油 然後最後再不免俗的 嘴靠幾句 如果你喜歡這樣生活形式的Vlog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是你的教練 梁祖瑞 我們下集影片見 掰掰